哈囉大家好我是KFY 好久不見了各位 來我們今天來再看一次守護的手劍 應該算是當前爬塔最遠最遠的掛機隊伍的攻擊方而言 輔助方當然還是要給他殺到滿版機星在14層嘛對不對 然後一直都會有一個迷思 我今天到底是要一顆守護還是兩顆守護才好 對 而且兩顆守護的話 那個殺到滿版14的難度又會更高 因為變成原本是十五分之十四的十四次方 現在變成十五分之十三的十四次方 那個階率好像從三十幾%變成了十幾% 然後我多了一顆守護這樣會爬得更遠嗎 好啦我們先講個答案 不會 對 我完全不會 我們的上限比起一顆守護還要來的低 而且低非常多 應該要講啦我們一顆守護的上限極限時間還沒有找到 可是兩顆守護卻在四百關以下 來 我們這邊就來給他看一下唄 好了 只不過這一次我沒有給他拍到下限啦 但是下限我覺得是差不多的 我們到第三百二十九回合的史萊姆 這邊就可以看到惡王在搞我們了 那在一顆守護的情況下 我記得是兩百七十五回合的史萊姆就會被搞了 那你要說兩顆史萊姆比較穩嗎 好啦 我們就假設在這裡好了 不是兩顆史萊姆 兩顆守護比較穩好了 我就多了這五十幾回合而已 雖然說看起來好像很像啦 五十幾 好啦 沒關係啦 如果要講的話多多掛機了嘛 那能夠打越遠是越好嘛 所以你看我們都只到這個地方 我們就會被史萊姆搞了 那兩顆守護的... 對於史萊姆的目的 那我覺得其實也還好 真的沒有像傳說中的那麼高 而且我的機率還那麼低 就輔助方的話就基本上是一定要早轉殺 如果只有一顆的話 或許早轉殺還可以啦 就是輔助方要再給他忙那麼一些些 好啦 現在到三百三十一回 這邊還可以看到啦 我們惡王的獅子還是可以給他秒掉了 那... 欸不對 就看惡王就好 伊亡根本不用去看嘛對不對 伊亡基本上都OK啦 來吧 我們再去後面看一下唄 哇 那這樣這支影片其實蠻快的 沒關係 我等一下會再拿一下之前的畫面 來補一下時間 哈哈哈 好啦 我們先到第三百八十六回合 這邊 三百八十七回合 這邊還可以注意到 伊亡是七王 沒事 二王是轉王 也沒事 對 到這邊的極限 他還有傷害在 對 還勉勉強強可以打掉惡王 所以說少一把劍的傷害有差這麼多嗎 然後我們順便可以看到 我們守護的暴擊傷害是 來到了兩百六十萬左右 所以其實硬要這樣講的話 我的 我沒有能量 然後如果我的錢有到兩百萬的話 是不是就完完全全可以大於守護了 也不用大於兩百萬 我可能只要四十幾萬 可能只要一百多萬 我的傷害十幾萬 然後乘以二十幾倍 應該就完全大於守護了 我們看一下白字 好啦 到第三百八九回合 伊亡是十二王 二王是史萊姆 好了 這邊也還看不太出來 我們光看白字的話 是來到十幾萬嘛 對不對 不要看他聖劍 聖劍傷害出下去有點誇張 呵呵呵呵 對啊 看白字的話是十幾萬 那基本上我只要一百多萬塊 我的能量就可以大於守護了 所以真正最過分的 應該會是能量的這個隊伍 會比守護還要來得過分 只不過守護比較簡單 可是能量其實也很簡單 只不過對面要再忙一點 要再多給一些錢 而且我還不要殺到十四層 好啦 我們來看一下最關鍵最關鍵的回合數 第三百九十一回合 沒錯 這就是兩顆守護的上限 不過這還要取決於到你的爆傷 不過不管怎麼樣 你不管是什麼樣的暴擊 什麼樣的守護 一顆跟兩顆比起來 兩顆的上限絕對比一顆低 而且低非常非常的多 基本上就是以後要打的話 就是用一顆就好了 不用再去玩兩顆了 玩兩顆的話就是給小 給找死而已 對 我們的傷害 完完全全打不了第二顆 可能就是因為聖劍少一把七星的關係 就少錯了好幾把 少錯好幾把的情況下 我們的血就差了那麼一點點 其實王的血也剩下不多了 真的也剩下不多了 但是就是還沒有辦法 好啦 最後這邊 因為我是掛機的關係啦 是真的在掛機的 連洞都沒有洞 那我們第一隻王還勉勉強強的 可以處理掉喔 媽 感覺應該不行 就這樣走進去了 好啦 我們到391回合 這個真的是讓我有一點點驚訝 而且這個是真的測到極限的 運氣還不錯啦 那就代表未來真的是完全不需要有兩顆守護 來 我們再去看一下一顆的情況 好啦 其實一顆的情況 也是之前的影片我直接拿過來用 惡王是咱們的蛇王 結果還是直接給他秒掉 你要說的話 一顆這邊還有三把金劍 多了21把 對啦 是這樣沒錯 很香啦 但是我總覺得 多這21把金劍 其實傷害也沒有多到那麼多 對 沒有差到太多 所以我不管怎麼樣還是一顆會比較香 而且重點是 你就說到這裡嘛 頂多我就多再走個幾回合 那可能也還好 那一顆跟兩顆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這個隊伍 這支影片之前看過了嗎 我們走到了400多個回合 來 我們到後面再給他補充一下唄 好啦 那我們這邊直接給他 挑到第471回合 再來給他重看一下 可以看到惡王是咱們的重力王 到這個時候 重力王都還不會放技能 我們已經多了將近80個回合了 結果還是可以給他秒掉 對 所以真的只要一顆就夠了 當然啦 如果我減投更過分的話 我就是以假設我的能量 你看現在都有九十幾萬了 然後平常我這個時候自己丟的話 可能就丟20萬到30萬而已 所以我撞到這樣就有將近快要100萬的錢 如果再刻意丟一下的話 應該啦 我覺得用能量 可能會比用守護來的過分 當然啦 這個時候要看攻擊速度 我不知道能量的攻擊速度是多少 就是誰的攻擊速度比較低 那個傷害又不太一樣 好啦 我們這邊守護一樣啦 就是我們這邊好像270幾回合的 轉史萊姆後面的王就會搞我的 那一樣就是運氣比較倒楣一點點 我們史萊姆後面的王是轉王 那我這邊又沒有辦法回來 我就直接崩掉了 那可以看到轉王的血 還有到一億九千萬耶 到兩行的第一個數字的話 沒有是十億 兩行的第一個數字的話 就已經到十億了 那這邊被轉了兩次 也完全沒有救啦 不過不管怎麼樣呢 還是一顆守護會比較傷沒有錯啦 這個迷思我覺得應該透過這支影片就給他解決了 所以說 太陽什麼時候要改版 因為連掛機的地方都給守護取代了 甚至光能量就可以取代了 對 這個影片 這個結論應該很早很早 從時光導轉殺的時候就應該出來了啦 好啦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那這個問題應該也算是解決啦 不用再問說一顆或是兩個好 當然啦 如果你要講的話 你可以也用一顆充電就夠 那是不是換個角度想 其實像是充電劍 地雷的這個隊伍 我也是一顆充電就好了 完完全全不要用到兩顆或三顆 正常而言的充電劍地雷的這個隊伍 是不是都是用到三顆 甚至兩顆 對 那這樣的話我感覺 一顆其實就夠了 完完全全不需要用到那麼多顆 劍反而會比較重要 因為王的血量增加太快了 所以劍應該是這樣沒有錯啦 對 就是這幾次比下來的話 應該說透過守護這個比下來的話 我覺得是劍沒有錯啦 劍越多越好 當然啦 我劍只有12等啦 如果是13等的話 那個狀況可能又完全不太一樣了 好啦 我還是比較期待 太陽什麼時候出來啦 因為太陽再不出來的話 聽說下一次改版就會改版太陽 不過不知道怎麼樣 到現在都還沒有改版的消息就對了 聽說已經有影片了 但是還是沒有看到 有影片的話我再跟大家說 那這影片就到這裡啦 我是PFY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2 1 3 3 1 2 1 3 1 3 2 1 1 2 1 2 2 2 3 4 1 1 1 3 1